接着有项目,都是比较平均 两阶人,就是打排球 这里就是两阶人的年龄分布 Team A, Team B, A part, find the mean, median and more of each team 这个分开计算很简单 譬如Team A,找个mean,加完它,除回12,20.75 然后Team B,加了它,除回12,22又三分之二连 Median,这里有12个人,排中间的就是6和7中间 6和7中间,这个就是Median Team A,Case就是21,Team B,答案错了Team B 对不对,Team B的median是23 最后Mode,Team A出现次数最多的22岁 Team B出现次数最多的是23岁 好了,找完这些average之后 现在你比较一下,究竟哪一team人是老一些 就是年纪大一些 很简单,你的表出来,你的table出来 对不对,mean,median,mode,Team A,Team B 就写上一些认识出来 发觉三个average,三个case Team B都是大过Team A 所以就是3 averages Team B都是比Team A大 所以我们可以说Team B是老一些 当然我们可以问,如果有些average 比如Team A这两个大过B 但Team A又小过B 那怎样说理呢? 通常提普就不会这样问的 如果这样问呢,就说代表没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就很难比较了